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安卓自定义空间的视频周春 我是你们的主讲老师Toby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上集课讲了一个自定义空间的案例 使用的是我们的第二种类型 继承一个布局的这样一个方式 我们看一下我们前面的效果 大概做出来是这样一种样子 然后但是我们看一下 先打开我们的安卓Studio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的代码 这个是我们的自定义空间 AtomView AtomView 我们上次做它的内容的设置的时候 是在这里写了一个函数 甚至可以我们讲到我们能不能在 插面里面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些内容给写进去呢 比如说我们要写一个textview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写text 对吧 写text就可以在插面里面把这个东西定好 其实来说这些东西 大部分是不会变化的 变化的我们可以在外面我们的 cityview 我们刚会自定义的这个函数 来写 没有变化的 其实我们可以就直接写在插面里面 这就涉及到我们安卓里面 一个最可能是我们自定义空间里面最核心的一个东西 就是自定属性 就是自定属性 其实要说以前我们做的一些自定义空间 包括我们上一节课讲的一些东西 它可能都是一些 对现有的人工具做的一些封装 真正安卓 它为我们提供的专门来做自定义空间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今天刚刚讲到的自定属性 它通过一个Xmail的方式 让我们在Xmail里面 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一些 我们自己的属性写出来 然后并且把它和我们的空间相绑定 有时候我们在Xmail里面就可以完成整个布局 然后把我们的内容也填进去 不只是一个布局 把我们的内容也都填进去了 这是自定属性 这是我们整个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 我总结了一下 自定属性 大概有三个步骤 可能大家做自定空间的时候 觉得最困难的可能就是这一块 就是我们自定属性怎么弄 就说大家可能前面写的 写个布局 然后封装好 然后这样来使用 然后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就是自定属性这块 要麻烦一点 我总结了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我们 我们在ATDRS这个文件中添加我们的自定属性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添加自定属性 第二步是绑定属性 添加了这个属性之后 它是对我们全局生效的 嗯 我们要把这个属性 和我们的这个 R2MU 和我们的自定空间绑定起来 第三步段就是使用了 我们直接就在XML中使用 我们自定的某某属性 我们可以在XML里面 在我们的XML里面直接使用 在这里使用 其实就三个步骤 可能中间有些小点 但是就三个步骤 ATDRS插秒钟添加属性 第二个是在我们的 itmU的构造函数里边 绑定属性 第三步就是使用 这个当然说起来 比较空洞 我们下面给大家实际演示一下 嗯 这个就留着下节课 我们专门演示 时间有限 好了 这节课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